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据美联社10月28号报道 成千上万抗议者周日在宁波市游行 抵制石化厂扩建 终于让地方当局做出了让步 地方当局承诺停止石化厂扩建项目 报道说 在中国政治敏感期发生的这场抗议示威 在周末规模扩大并爆发了警民冲突 周日晚间 宁波市政府在一份争鸣中说 他们和项目投资人 已经坚决同意不再扩建 但是政府办公楼外 大批示威者仍然在坚守 一名官员试图在扬声器中宣读官方声明 但是声音被要求市长下台的呼声淹没 最后人群发出了短暂欢呼 之后要求当局释放被关押的示威者 美联社认为 在中国政治敏感期内 高层需要安定的时候 发生了抗议事件 宁波市政府很可能面临巨大的压力 但是现在还不清楚地方当局 是否最终会撤销这一项目 还是当压力减小时会继续这个项目 除了民间的抗议事件不断 中共高层的斗争也在不断升级 美国纽约时报10月26号 在头版刊登了关于中共总理 温家宝的家族贪腐 迅速成为海内外各大媒体的焦点 不过这则报道已经从纽约时报网页的 中国新闻头版撤下 大纪元新闻网表示 纽约时报中文新闻网页 可以向前浏览到23号 这篇报道没有理由不再近期的首页呈现 还有海外中文媒体注意到 在中文新闻排行榜中 这条新闻曾经一度消失 另外大纪元报道 中共召开18大前夕 上海市政府不惜成本 设置层层关卡 阻止访民到北京上访 许多访民被软禁在家 当局派人日夜看管 据大纪元介绍 上海嘉定区安宁镇 秦荣美女士是一位老访民 年过六旬 因为土地被强征 上返了十多年 28号 秦荣美通过电话告诉大纪元的记者 社区干部派了12个人对她看守 阻止她到北京上访 她说 他们把我当犯人一样看着 群体士还透露说 上海当局为房纸上访 拨给老访民 每人四五万元的维稳费 但是她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全被他人私吞 据另一名逃脱监禁的访民 陆英介绍 上海市像她这样的 监控黑名单的访民 有五百多人 而且大部分人和她一样 被软禁在家 陆英表示 她只是一个老太太 政府便派12个人监控她 而上海市那么多访民 所需的人力和费用可想而知 她说 为了阻止我们上访 政府不惜成本 糟蹋老百姓的血汗钱 好 接下来请您收看 时事禁门 一符 二符 五百远 鸧 三符 二符